书期 毕业季 纷纷来袭 此时 去哪儿成了放假之后 学生们最愿意探讨的问题 就在上月末 央视新闻一条 这里是辽宁推送 将咱大辽宁的15个美景 以春夏秋冬四季快闪的形式 做了全面的展现 一时间 评论虚拟思乡的 向往的 为辽宁的美景沉沦的小伙伴 滔滔不绝 辽宁 南兵黄海 渤海二海 东南以鸭路江为界与朝鲜隔江相望 一个距今七千多年 就有新乐文明的古城 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发祥地 经过时间长河封霜的洗礼 辽宁是历史洪流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是啊 辽宁是一本厚厚的历史书 至今 辽宁给我们留下的瑰宝数不胜数 自然 人文 历史 比比皆是 而今天 辽宁正用它变幻莫测的四季之美 被全国瞩目 让我们就看看这将近三分钟的绝美辽宁吧 出春暗漫的樱花 剩下迷人的海滩 深秋的金瓦红墙 冬天的白雪茫茫 辽宁 永远不缺美景 缺少的是发现美景的眼睛 这十五个被曝光的地方 太美了吧 春 辽宁的春 仿佛自带辽人的气息 鼻尖营绕着百花奔芳 耳畔回想着鸟语朝鸠 万物生长 百花争宴 一切都是如此美好 而且 辽宁的春天 更添了些许独一无二欧 依北方的香格里拉绿江村 它的一年四季有不同的美景 它有像峡谱一样迷幻的滩图 像桂林一样柔美的山水 像青海湖一样的原始生态 像呼伦贝尔一样的草场 像九寨沟一样的红叶山林 也有像贝加尔湖一样晶莹的冰雪世界 它叫绿江村 一个美丽僻静的小山村 和吉林接壤 和朝鲜相望 美丽的鸭绿江和浑江在这里会合 蜿蜒回转瓦如一条碧绿的丝带 将小山村围绕在一个小半岛之上 一眼看两江 一脚踏三界 说的就是这个地方 二春天的鸟巢大辽河入海口 每年春天四至六月间 数万只南方飞来的候鸟 向云 四风 如潮 忽而聚团 忽而飘散 蜂拥而来 飘洒而去 这就是候鸟们在银口大辽河入海口上演的鸟浪奇观 届时 每天都有来自省内外的上百名摄影家 和摄影爱好者来到这里拍鸟 它们支起长枪大炮等待鸟巢的行程 鸟巢与人镇摇相呼应 在大辽河入海口时必形成一道亮丽风景 三自带香气的雪花 北镇梨花 年年岁岁花相似 岁岁年年人不同 每年 北镇都会举办梨花节 每件梨花节都有不同特色 在人们的心中 留下了不同的印象 花开盛四香雪海 仿香四亿满山间 北镇梨花都会如约盛开 灯林一无驴山环十四夜 处处是洁白的梨花 千数万数的梨花像堆堆白雪 时浓时淡的花香 沁人心脾 榴莲忘返 四热搜长客铝顺樱花 一片片粉嫩的花瓣在微风吹扶下 洋洋洒洒地落下来 吹到身体发肤脚脚落落 五月 铝顺樱花祭 只为邂逅最美的你 只要热搜里有樱花 那就少不了咱大连吕顺的各大樱花园 很多人钟爱樱花 即使花期短暂 但更为他的无法言说的美而着你 日本的樱花既是熙熙攘攘的人群 吕顺的樱花盛开 也处处是摩肩结种 五 世外桃源 宽垫油菜花 这里是中国最大的油菜花基地 春末夏初 水梅地蒙发了密密麻麻的各种各样的小草 小麦 油菜也出占了牙 先挤水墨地披上了淡淡的绿沙 一透一露 朦朦胧胧 继而变成无银的绿地 油菜花叶分期开放 大半花开始 草地上飘荡着洁白的云 油菜花开始 无边无际的金黄 六名万里长城东起点虎山长城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 文物考古部门发掘出丹东虎山南北连绵不断的长城墙体和墙基 经过罗哲文等一大批长城专家学者 实地考察认定为长城最东端起点 从此教科书中的传统说法得以改写 罗哲文先生曾赴诗曰 青青绿江水 微微虎山头 长城从此使 万里撞神州 下 辽宁的夏天 不是只有清爽一人的海滩 也不是只有郁郁葱葱的山林 而辽宁这四个地方 正是给全国人民一个别样的夏季 七国际网红金石滩 金石滩由东部半岛 西部半岛 及两个半岛之间的开阔腹地和海水浴场组成 诞生于六亿年前震灾计的岩石 散落在绵延十三华里的海岸线上 形态各异 巧夺天宫 被世界地质学界称为 天然地质博物馆 神力雕塑公园 1988年 金石滩被确定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2010年被评为国家5A级旅游景区 2012年被美国CNN电视台评价为中国40个最美景点之一 直到今天 金石滩已是辽宁一张亮丽的旅游名片 8 别有洞天本溪水洞 本溪水洞是数百万年前形成的大型石灰岩冲水溶洞 洞内深邃宽阔 现开发地下岸和长三千米 水流中年不洁 清澈见底 洞顶和岩壁中入石发育较好 千丝百态 泛舟游览 石人流连忘返 本溪水洞被赞誉为 中入其风仅万千 青州碧水湿化间 中秀之应先借有 人间独一此洞天 就全球八大班海报繁殖区辽东湾 渤海辽东湾结冰区 是全球班海报八个繁殖区 辽东湾 弗拉迪沃斯托克 达达海峡 萨哈林岛东海岸延伸至北海道岛北部 涉利霍夫湾 卡拉金湾至奥柳托尔斯基角 阿纳德尔湾 布里斯托湾至普里比洛夫群岛中最难的一个 安海报属于寒带海生哺乳动物 主要生活在北冰洋和太平洋北部 每年春 冬季节会游到中国渤海 黄海一带 且在此繁殖 直到五月份以后 他们才逐渐游离渤海 石北海号的重要代表 长海号子 长海号子是流行在大连市长海地区的一种传统民歌 长海由一百多个岛屿组成 千百年来居民以渔猎为生 在与风浪的搏斗中 船民需要用号子统一劳动节奏 提高劳动效率 于是产生了长海号子 2005年 长海号子已经被列入为辽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较是2006年被列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川江号子 作为北海号流行于大连 银口 烟台 青岛一带的传号的重要代表 长海号子 无论从历史价值还是艺术价值等方面来说 都毫不逊色 秋 一说到秋天 人们想到的都是 硕果雷雷 片片金黄 而辽宁的秋天 却是红装素果的模样 十一枫叶之都本溪 山城本溪 是一个森林资源丰富的城市 枫叶更是本溪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 全是以枫叶为主的省级以上自然保护区 和森林公园达到六个 核心枫叶观光区十二处 逐步树立了本溪枫叶之都的品牌形象 2010年 本溪是获得国家森林城市称号 2011年 国家林业局正式授予中国枫叶之都的荣誉称号 十二红色海岸线红海滩 红海滩坐落于辽宁省盘景市西南部 辽河入海口处的红海滩湿地旅游度假区 狼道全长十八公里 以退海湿地的先锋植物检棚草为主要元素 一颗颗鲜弱的检棚草 靠着顽强的生命力 繁衍生长 检棚草随着季节 由粉红到火红再到紫红 每当潮水退去 促促检棚草犹如出水珊瑚 宛若片片红毯 又刺红侠 与伪捉必掏摇相呼应 数以万计的水鸟翱翔翔其中 海河相容 烟波浩鸟 十三一朝发祥地 沈阳故宫 沈阳故宫较之北京故宫 虽然规模小了些也没有北京故宫那份均临天下的霸气 契吞山河的气势 但是却多了几分秀气 几分不卑不亢的庄严 晋鸾殿上 皇朝数千年的历史 彩绘 屏风 无一不显出建筑记忆的高朝与皇室的雍容华贵 冬 冬天 像是一场云端的约会 冬天本来给人一种静谧又干净的感觉 而辽宁的冬天 却在银庄素果中 增添了些许滋色 十四关外第一陵 清永陵 清永陵在建筑形式 布局 造型 工艺上 都有自己的建筑特点和艺术特色 现存的永陵古建筑群由下马碑 前公院 方城 宝城 省申所等部分组成 已成为海内外游人参观游览的历史名圣和与外界进行文化交流的纽带与桥梁 十五冬日 去卫天门山攀兵 景区因十英言风林地貌 形成了千山万鹤无不拥有层连叠张的神韵 有三十六座微风或拔地凌空 险峻雄奇 随着登山爱好者的发掘 每当深东来临 这里聚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攀兵爱好者 只为征服这座齐风林里的秀美山景 辽宁 有着千万级人口规模 和广阔资源禀赋的北方大省 向来是国内买至世界上 旅游目的地的重要指向 辽宁的诸多城市也已成为 各旅游平台公布的客源地排名中 炙手可热的佼佼者 这座充满历史底蕴的大省 正在用它独有的旅游资源散播着魅力 这个夏天 不妨来看看辽宁的美景 欣赏欣赏这座正在崛起的旅游之城吧 这座充满历史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